人潮滿滿 互到新年 將迎來2023這解封後第一個跨年 讓書運單位繃緊神經備戰 為了因應北市府晚會周圍人潮祭出管制 跨年當晚才三階段交通管制 第一階段晚上七點到八點 範圍包含松仁路以西 中孝東路以南等 接著持續擴大 晚上八點到十點 納入一線路 仁愛路和基隆路車型地下道 而從晚上十點到一月一號凌晨三點 荒富南路以東和松仁路以西等 都含瓜在交管範圍內 交通局也提醒管制區內 汽機車停車格禁止停車 從十二月三十一號晚上七點開始指出不進 八點之後完全禁止進出 從跨年當天早上六點開始 一直到一月一號凌晨二十四點結束 上半場我們最密的班距 阪南線可以到兩分四十五秒 在下半場二十四點以後呢 最密到兩分二十八秒 北捷也寄出四十二小時部售班因應 但水星一線班距則維持三分鐘 至於民眾乘車到板橋盧州或內湖方向 建議到國父紀念館和永春站搭車 紅線到淡水或中永和可以到新義安河站和象山站 而搭乘新店及松山可選擇南京三明站 捷運公司也提醒 用路人不要推不要擠 聽從引導依序進離場 才能保護自己和別人平安跨新年 新新聞曹生和坤源參謀報導 環境正在公司 明明正在公司 馬尾效 中文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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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